歡迎回來新聞大白話 我是羅旺哲 日本的核污水爭議持續延燒 而現在首波核污水入海之後 第二波最快9月底要繼續排放 可是排放之後 現在也造成各國的意見 現在包括了索羅門群島的總理 要求日本要停止排海 他認為說 如果核污水是安全的 就應該儲存在日本 索羅門想法跟其他太平洋島國 是站在一起了 他說什麼 日本將核污水排放到海洋 他認為相當震驚 希望說這個核污水 就放在日本就好了 另外再看到說什麼 這個核污水這樣排放之後 是不是也造成日本的海產 甚至漁產造成一些衝擊 包括了北海道的榮丸水產 推了2000噸的扇貝在餐戶 就在這裡 滿滿的都是扇貝 據說到了年底 還會增加到5000到6000噸左右 甚至像北海道 10萬份的干貝也都賣不出去 免費要送給誰 送給日本的學校的孩童 當作營養午餐 這看起來非常的嚇人 甚至現在日本政府 把中國撤銷的這些進口措施 視為是優先的議題 將持續拓展跟岸田文修 跟習近平之間的雙邊會談 另外看完日本之後 我們來看一下 包括了一些南亞的一些局勢上面 可以看到目前 現在中國跟菲律賓的關係 可以看到現在中國海軍它的巡航艦 解救了兩名菲律賓的漁民 就是這樣子解救了 大家這邊還幫忙做一些治療 可是我們看到中國的軍方 跟菲律賓的軍方 其實氣氛還是相對來說 比較緊張一點 中國的海軍在爭議當中 繼續跟菲律賓的船隻來做 這樣子的對峙 而另外包括菲律賓之外 我們再看到越南的部分 越南部分現在 美國要跟越南洽談F16的軍售案 渴望成為有史以來 最大規模的武器交易 而且希望在2024年內 就可以拍板敲定 而另外包括像是馬來西亞 過去中國要在畫這個時段性地圖 現在大家引起一些南海的爭議 但是現在馬來西亞態度好像有點轉彎了 他說現在說大碼總理說很放心 他說中國會保證好好談判 這點讓人非常的放心 而現在看完包括了像菲律賓還有馬來西亞 還有這個越南之後 我們來看這包括了印度的情況 現在拜登是不是為了抗中不敢得罪印度呢 我們就看到印度現在新增兩個海外的軍事據點 要對抗中國海上的擴張情況 包括了像包括了阿曼杜庫姆港的後勤基地 現在已經開始運作了 要維護船制 還提供燃料還有糧食的補給等等 另外在這個阿加萊加群島 這個也修建了一條飛機跑道 希望在12月啟用 那將會派手至少50名的士兵將會進駐 而現在美國跟印加地區的戰端 它是保持比較距離的感覺 誰都不得罪 現在就有這個戰略公司的創始人 邁爾斯他就說了 拜登政府會盡量遠離印加的外交爭端 目的是不破壞莫迪跟莫迪政府的關係 可是看起來好像有點保持距離的感覺 另外包括了現在這個席克教的領袖 尼賈爾也在今年會被槍殺 這個會不會造成一些爭議 我們看到布林可說 他會持續關注到杜魯道的質疑 杜魯道說他說正積極追查 這個印度特務跟尼賈爾之間的死亡 到底有沒有些相關聯的一個情形 現在包括了這個阿納布也說了一些重話 他說一些什麼 我們一起來聽聽看 現在我們想想要解決 聽聽聽看 是革命與之間在雲 倒是比特工爭競爭逗 然後說我們有 rods 個有法的打印 跟著魔王 或是會有的 批判 可 越來自動措訪 暴割 殺暴割 殺暴割 暴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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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他對 他有什麼 真的蠻凶的 岳老师怎么看 我跟你讲 我对这个阿纳布 我的印象非常深刻 阿纳布一讲话的时候 俄乌刚开始发生冲突的时候 那个美国哥伦比亚大学 那个教授的质疑 就是印度怎么还卖油的时候 阿纳布都讲说是 是不是讲得非常清楚 让我想起我留学的时候 印度人三大特点 第一个就是强识夺理 然后第二个就是口语 非常非常流利 然后第三个的话 非常爱国 大家要记住 我觉得这个是太精彩了 加拿大跟印度搞成现在这样子 不但是互相驱逐外交官 现在基本上的话 印度已经讲 所有加拿大人不要来印度了 永远不发签证了 我跟你讲 现在最重要的是 这个傻子的杜鲁道 杜鲁道他完全不会搞政治 杜鲁道他一直认为说 正义就是正义 然后杜鲁道首先强调了 第一个线索 五眼联盟给他提供的情报 让他觉得说 这个尼加尔就是这个 印度派出去的杀手 杀掉的 那这个指控的话 他非常认真的要调查 要协调五眼联盟 五眼联盟当中所有的人 一开始表达的话 都是我们很关系这个事情 意思也就是说是 这是你们的事 我们不管 所以说这个是杭萨联盟 碰到的第一个打击 然后第二个的话 美国本身不是一直在支持民主 所以杜鲁道就对美国喊话 就说这个我们是个民主国家 我们的公民 在加拿大的领土上 被印度人杀了 你要稍微管一下 结果现在好了 布林克表达了 我们很关心 我们没有错 希望你们自己搞好 意思用台语讲说 你们受看好 你们自己搞好 头过身就过 你们能够下 为什么呢 因为BBC讲得非常清楚 就是说美国现在好不容易 把印度拉到自己这边来 就是美国把印度拉来的时候 的话有重要的一个含义 这个含义其实跟我们哲学是相关的 因为我们中国人 觉得我们跟印度人有差别 是有一点种族的感觉 就是说我们会认为说 中国人比较怎么样 然后印度人应该是怎么样 就有差别 但是美国的哲学观念是认为 人就是人 只要人够多的话 印度一样能够把中国摆平 所以美国现在指望 大家有没有看到 印度的领袖 就是反正在这边的 跟拜登两个人一见面 谈都没有谈 谈一个钟头 签了十九项条约 其中包含什么半导体什么的 我觉得最好笑 这边还提到了 印度本身要负责修理美国的船舰 我的天 印度自己有没有船舰 我们都不知道了 但是这个我不讲 但是美国本身好不容易 把印度拉到自己的环保 就莫迪了 把他这个拉过来以后的目的 就是为了要反制中国 然后第三点最严重的是 我真的认清了 我真的认清了 看清楚了 这个五眼联盟里面 讲的宣传的什么民主 人权自由 什么这些观点的话 遇到国家利益的时候 通通都不算数了 这个讲起来的话 非常严重 这个使得我觉得说是 整个世界的秩序 真的是大乱 我自己留学留十几年都白留了 我自己学的哲学 基本上学的都这一套 也白学了 然后我现在发觉 最难过的是 就是日本的那个核污染水 能够放到太平洋里头 就是在大陆 在联合国的时候 讲了 耿爽在联合国 讲了一句非常清楚的话 就是说 如果这个水可以 干净到可以喝 你干脆拿来浇花就好了 你排到海里去干嘛 对不对 你现在的话 一方面自己觉得不安全 另外一方面排到大海 你什么居心 好了 现在索罗门岛 人家是岛国 人家都强调说 你这样的吃到弄过来 你到底有没有居心 我认为日本本身 做的事情是非常不道德 而且他不道德的原因 就是因为全世界 原来在支持这种道德的论述 现在都变了 是 兵哥 现在第二波的核污水 要排入海了 我觉得日本 如果以为说 他可以用谈判协商的方式 让习近平解除 对日本水产的精灵 我觉得他是想太多 这个东西 其实中国不可能会放 你看中国加根者 他前一阵子不是有禁令 可是他现在告诉你说 其实我没有说禁止 但是你要来申请 那个就是他事先就保留余地 可是他对日本的水产 他完全没有保留任何余地 他就是全部禁止 条件很简单 就是除非你停止排放核污水 所以我个人认为 日本如果他懂的话 他应该要 暂缓他这核污水的排放 赶快去跟世界各国协商 因为之前日本不是在讲吗 说只有中国人反对 其他都没人反对 现在不是跳出来了吗 对 那实际上也不只是 只有这一个索罗门群岛 韩国民众难道不反对吗 韩国是政府支持 可是民众是反对 日本自己的人民不反对吗 反对 一定反对 因为你这一排出来 他们福到好几十几年 终于好不容易洗清的 这个核污染的污名 现在重新又来 因为大家都会害怕 然后你现在想想看 为什么他这个扇贝 干贝都会堆积在那个地方 你说中国大陆不满 你日本民众可以吃 显然日本民众自己都不吃 学生要吃营养午餐 你现在要去给学生 当营养午餐 你要看家长会不会怕 所以我就觉得 日本人自己要去想想看 这个是人性的问题 你这个是有核污染疑虑的 如果真的像你说那么好 你直接把做人矿泉水 发给小学生喝不就解决了 对不对 就直接给他们喝 这么好的东西 何必排到大海多可惜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说不通的 日本人自己要去想清楚 至于说杜鲁道 我真的觉得杜鲁道脑袋有洞 真的是 就完全是一个屁孩行为 这种东西 除非你是 你去印度的时候 你就准备要跟印度翻脸 除非你打算做的是这件事情 不然的话 你怎么会去跟莫迪奇这件事 这种事情应该是要案子来的 也就是你私底下派人 去通过根据管道 透过告诉印度说 我们现在掌握了某些证据 可能这个是你们印度干的 你有没有什么手法提出来 你当着面直接去质疑莫迪 那请问一下 你希望莫迪有什么回应 然后说抱歉 就是我做了不好意思 是这样吗 不然你希望他有什么回应 所以他一定要表明的跟你反对 不然的话他得默认 所以他会 当你当着面去质疑这些东西的时候 注定了今天 印度跟加拿大会搞成这个样的 那美国的态度刚刚愿老师也讲得非常明白 就是拜托你们不要闹好吗 就是这样这件事 他讲了布林肯讲的一副好像他很关心 实际上就是你赶快解决这个事 你不要再闹了 因为美国的战略就是要拉着印度来对付中国大陆 那你加拿大的硬搞不是搞得大家难看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最后的结果一定就是杜伍到这边要退 因为不退的话玩不下去 是 王警长怎么看 大家注意看一下美国最近所有的动作 他其实都在着重在第一岛链一直到南亚去 如何去围堵中国大陆 你从第一岛链北往下看 日本 韩国 你看他们密集的军业 再过来台湾是超级听话的一个旗帜 再下去他们前一次在拉着这个印度 你看印度对他多好 因为印度在他的南边 你知道在整个这中间还有一个破口 在哪里你知道吗 越南 越南跟中国的交界的地方有1281公里 越南的海岸线有3400公里 越南有多少个岛你知道吗 有4000多个 我跟你讲越南的个性 那跟那个菲律宾是不一样的 对不对 越南打了越南打这么久 菲律宾是在南海这个政治里面 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就是伸索国 这是一个可能的 但是他要打打打不容易 但是你会发现 越南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切入点 我如果能够把越南撩拨起来 站在我这一边 然后让他来跟我一起对抗这个中国大陆的话 这是他的战略上的一大胜利 所以你注意看今年 美国一连串今年做的事情 第一个贸易代表戴琪到越南访问 接着布林肯 国务卿布林肯到越南访问 接着6月25号 雷根号访问香港6天 将近10年 美国没有经线跑到香港去了 然后8月的时候 美国送给越南 300万剂的莫纳德疫苗 然后9月5号 拜登不去东协的峰会 他在9月10号直接到了越南 就东协峰会 他在9月10号 他的儿股卿布林肯定 他在9月4月以5日 有一天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